学生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233网校 我是你们的谢老师 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学过哪些字母吗 对了 就是这三个字母宝宝 一起来读 阿 欧 欧 三个字母宝宝都有属于自己的家 他们的家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四线格 为什么叫四线格 还记不记得 它有四条横线 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和第四线组成 那么由第一线和第二线中间的这个格子 我们叫它上格 那由第二线和第三线组成的中间这一个 我们叫中格 最下面的我们叫它下格 三个字母宝宝就是住在四线格里面的 来我们一起把它们送回家 第一个字母宝宝 读 阿 阿 怎么写的呢 哎对了就是 是先写左半圆 再写树右弯 嗯 看清楚了吗 那么第二个字母宝宝 哦呢 也是写在中格的 啊 是 从上面起笔 嗯 写一个 啊 小圆圈 有点像数学里面的数字 零 嗯 也读起来的时候 我们嘴巴也是冷圆的 读 哦 哦 嗯 第三个字母 嗯 三个字母都是住在中格的 嗯 哦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笔写成 看清楚 从中间起笔写一个横 再写一个半圆 记住 后面要留有一个小尾巴 不要封口 一起再来读一次 啊 啊 张大嘴巴 啊 啊 啊 嘴巴拢圆 哦 哦 哦 嗯 读哦的时候嘴巴是扁扁的 再来 哦 哦 哦 三个字母宝宝 它们太孤单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戴上一个帽子 嗯 让它变得更加 读起来更加有意思呢 那 三个字母宝宝会戴上什么样的帽子呢 先来看一看 嗯 认识一下 它们的帽子 我们叫它们 声调 第一声 嗯 是汽车平地走 嗯 所以是 一横 嗯 汽车平地走 第一声 横 嗯 第二声呢 是汽车上坡 啊 往上扬的 读的时候声音要往上扬 第三声是汽车下坡又上坡 啊 是先往下读 然后声音再往上扬 是有一个起伏的 最后一个第四声呢 是汽车下坡 声音是往下降的 看看 是不是把这四顶帽子给我们几个生子宝宝戴上 戴上之后又会有怎样的读音呢 好 一起来看一看 啊 现在给啊 戴上 帽子 啊 啊 啊 汽车平地走 啊 啊 啊 你来读一读 嗯 非常好 那第二声怎么读呢 啊 啊 啊 汽车上坡 啊 啊 有同学读起来 比较费劲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出你的金手指 跟教老师一边读 一边来画 再来一次 啊 啊 汽车平地走 啊 啊 哎 在读声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边读 一边来帮助我们 嗯 画 第二个呢 是 啊 啊 啊 汽车上坡 啊 啊 啊 声音是往上扬的 嗯 再读一次 啊 啊 啊 汽车上坡 啊 啊 啊 最难读的就是第三声了 来 注意力集中 我们一起看 第三声 怎么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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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汽车下坡 又上坡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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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要先下坡再上坡 有一个拐弯的 一边读 一边再来画一次 啊 啊 啊 汽车下坡 又上坡 啊 啊 啊 最后一个第四声呢 一起来看 啊 啊 啊 汽车下坡 啊 啊 啊 是往下走的声音 学会了吗 再来复习一次 啊 啊 啊 汽车平地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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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汽车上坡 啊 啊 啊 一边读一边画 第三个读音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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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汽车下坡 又上坡 啊 啊 啊 嗯 很好 最后一个是第四声 啊 啊 啊 汽车下坡 啊 啊 啊 对了 非常好 那么 啊 汽车上了帽子 其他的两个字母 怎么来读呢 嗯 不着急 我们先来找一找规律 啊的头上戴小帽 读音不同 要牢记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呛 这是通过口诀 来告诉我们 怎么记住 字母宝宝的四顶帽子 再来 啊的头上戴小帽 读音不同 要牢记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降 最重要的就是后半句 我们要找到四个声调的规律 一声平 汽车平地走 一声平 二声羊 是汽车上坡的时候 嗯 二声羊 三声要拐弯 所以是先下坡 再上坡 第四声是呛 嗯 是汽车下坡的时候 第四声要呛 记住了吗 来 给三个字母宝宝都戴上帽子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把它们读好呢 第一个一起来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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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边读 我们一边来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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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是汽车宝宝带帽子 你还会读吗 来 一起来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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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边读边画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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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第三个字母 戴上帽子之后 请你来读一读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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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边读边画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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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复习一次 戴上帽子之后的字母宝宝啊 读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四个声调不同的规律 第一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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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个 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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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个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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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不错 那么 放到句子里面你还认识他们吗 看一看 第一句话 要怎么来读 嗯 你在路上说碰到邻居阿姨呀 怎么跟邻居阿姨搞招呼呀 是 阿姨好 所以 是 病医生 阿姨好 嗯 真不错 有礼貌的好孩子 再来读 阿姨好 第二个 嗯 嗯 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没有听清楚 你就会发出一个感叹词 啊 你在说什么 啊 你说什么 对啊 嗯 当阿戴上第二顶帽子的时候 他有一种疑问的语气在里面 嗯 嗯 阿 你说什么 嗯 我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 请你再说一次 阿 你说什么 对了 那 读第四声阿的时候 他就代表一种嗯 感叹的语气在里面 赞美的语气在里面 他就是读第四声 读 啊 多么可爱的小狗 再读一次 读第四声 阿 多么可爱的小狗 嗯 看样子这只小狗 可能是长得特别可爱的 所以忍不住发声了 发出了一声赞叹 啊 多么可爱的小狗 非常好 哦 这个人我们都认识 哦 原来是他 哦 说明这个人你以前见过 啊 是一种陈述的语气在里面 啊 声音是 平直的 啊 哦 原来是他 嗯 知道了啊 这个人我们都认识他 哦 原来是他 哦 哦 他也要来 嗯 没想到 嗯 他也要来吗 他也会来这里吗 啊 这是一种疑问的语气 在读第二声的时候看到没有 嗯 无论是 哦 还是 哦 还是啊 读到第二声的时候他都有一种疑问的语气在里面 啊 因为读第二声说声音是往上扬的啊 疑问的语气里面也是声音往上扬的 来 再来读一次 哦 他也要来 再来一次 哦 他也要来 你再回到这一句看是不是 声音往上扬的呢 啊 你说什么 啊 你说什么 是的 我们可以在这些声调的变化的时候找一找规律 最后一句呢是 哦 我懂了 嗯 有个问题你没有想明白 你的同学你或者是你的老师跟你重新讲了一遍 哦 你就一下子 嗯 听明白了 你就发出来一声赞叹 哦 我懂了 嗯 突然一下 嗯 明白了这个道理 对不对 哦 我懂了 你看这个也是代表一种感叹的语气在里面 啊 多么可爱的小狗 第四声的时候他往往代表一种情绪 感叹的语气在里面的 啊 多么可爱的小狗 哦 我懂了 是不是 所以当字母宝宝带上声调之后他就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了 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次 阿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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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什么 啊 你说什么 啊 多么可爱的小狗 啊 多么可爱的小狗 哦 原来是他 哦 原来是他 哦 他也要来 哦 他也要来 哦 我懂了 哦 我懂了 你懂了吗 你学懂了吗 当字母宝宝带上声调之后他就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 声音往上扬的时候呢 有疑问的语气在里面 嗯 声音往下降的时候呢 有种感叹的语气在里面 嗯 当声音是平直的时候 嗯 他就是一种啊 平时的 陈述的语气在里面的 嗯 好 这堂课我相信 用心学的孩子肯定有不少的收获 那么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